嗨 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Gigi休斯顿方评 如果您在休斯顿想置业 或者是您在休斯顿有物业想卖出 包括住宅地产 商业地产 农场 林场 牧场 公寓 鞋子楼 酒店等等等等 都可以联系Gigi休斯顿地产团队 我是Gigi 我们现在进入今天的开放主题咯 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房子 是一套在610高速公路里面的一个房子 那在610高速公路里面 也就是loop里面的房子的话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townhouse三层或两层的形式 一打开门进来 就是这样的一个楼梯 因为它有三层 我们现在先下去 在它一层看一下 它一层是有一个卧室的 这个卧室带着洗手间 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这边有个推拉门 可以去在小院子 这个洗手间是全位 整体的感觉是比较现代风的装修 在这个卧室的旁边 这个门打开就是车库了 这是一个双车库 好 现在我们才到它的二楼看一下 这就入户门 然后上来到二楼 到二楼之后就可以看到 它的客厅 餐厅和厨房 二楼全都是木地板 然后这边呢 就是它客厅的位置 厨房的旁边是客人用的洗手间 我们不能淋浴的 厨房这边的装饰也是非常的现代风 但是有一点就是它的炉灶是在中间的 所以它的抽烟机也是往下抽 不是有那种上面挂着抽烟机的 整个房子是非常亮堂的 像这种三层的这种townhouse的形式 它的房间距很窄 所以更注重的就是房子的这个采光程度 我们会挑一些相对采光更好的一些房型给大家看 那这个就属于几乎没有按尖的房子 你看 这是上三楼 这边的挑高也比较高 窗户这个光线都很充足 好 我们现在上三楼看看 到三楼之后呢 就是卧室的位置 然后它的右手边就是这个房子的主卧 这个也是最大的卧室 采光依然是非常好 因为这个房子所在的这个位置 旁边的邻居离这儿比较远 如果这个房子在社区非常中心的位置 有可能跟邻居离得比较近 采光就会受影响 那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呢 就是衣帽间 再往里走就是主卧的洗手间 主卧的洗手间也是非常大的 独立浴缸 然后walk-in式的这种shower 都是做得非常好的 非常大气 然后你看这种 这边是马桶间 然后旁边是淋浴间 在一个2000尺的一个townhouse里面 有这么大的淋浴间 还是双芋头 这种就比较少的 然后它旁边呢 这是一个阳台 所以其实隐秘性很好 阳台从外面往里看 也是看到你自己洗澡 然后再往里走 就是另外一个房间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 是一个洗衣房 主卧在哪里 洗衣房就在哪里 主卧在一楼的话 洗衣房就在一楼 主卧在二楼 洗衣房就在二楼 这是另外一个房间 其实它是另外一个卧室 但是它把它做成了一个 这个书房了 这两个房间都能去小阳台 在610这种市中心住 有个阳台是很必要的 因为确实院子几乎 不等于没有 这就是整个房子的情况 这就是我们今天 看到这套房子 那这套房子的位置非常好 它在610高速公路的loop里面 什么是610高速公路的loop呢 我可以在大地图上 给大家展示一下 这就是搜顿整个的一个地图 那我们所说的610高速公路呢 基本上就是搜顿的一环 就这样子的 这就叫610 那这个房子呢 是在610的里面 在这样的一个位置 所以它是非常非常中心的位置 那如果说 您说Soulton downtown 严格意义上的downtown在哪的话 那严格意义上的downtown 就是最中心的这个地方 这就是严格意义上的downtown 好我们今天看到这个房子 就是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现在呢 就看一下 近看一下这个附近 有什么样的一个设施 什么样的一个种感觉 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房子呢 它离医学中心呀 什么都非常近 我现在给大家看一下医学中心 医学中心就21分钟的距离 那医学中心在的这个位置 是在Soulton 610高速公路的 正南边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它离其他地方 比如说离赖斯大学 它离赖斯大学也基本上 就是16分钟的距离 都是非常近的 因为赖斯和医学中心附近的房子 确实价位非常高 所以稍微往外走一点 有一个这种36万左右的 这种townhouse 还是住起来很方便的 这个房子呢 它离这个downtown也非常近 在地图上其实都能看得出来 离downtown特别近 就10分钟的时间 直接到Soulton downtown 最中心的地方 这就是这个房子的感觉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房子周边 一些房子的价格 今天我们看到房子 是在这样一个位置 那我们现在就可以看到 它周边所有的房子的价格 黄色的表是已经卖掉的 那你可以看到到 它有的邻居也是36万多 其他的黄色的这些卖掉 都是将近40万的 这边有一套非常便宜的 是33万5的 之所以这个便宜 就是因为它离这河道比较近 这个地方被花到淋水区了 然后剩下的一些 另外一边的这些 都是在40万上下的 所以其实我们先看到 这房子相对的标价 是非常低的一个范畴内的 这就是它附近的价格的 这样问题 如果您对Soulton地产感兴趣 或者是您想在Soulton 买投资房或者卖初年的房子 欢迎联系GG Soulton地产团队 我是GG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